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豆腐特别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块北豆腐 从左向右切成一厘米厚的包片 中间再切一刀 再来准备一点料汁 两勺生抽 一勺白醋 一勺番茄酱 一勺盐 一勺糖 一勺淀粉 大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两颗鸡蛋 搅散备用 豆腐块均匀的裹上一层蛋液 再沾上一层淀粉 淀粉我们可以多沾一点点 表面多余的把它拍掉 直接下手操作会更方便 更快速 起锅,热油 放入筷子 筷子周围冒气泡,油温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豆腐 全成小火 煎至两面金黄 外颗酥脆 老出,放凉备用 另起锅 热油 爆香蒜末 倒入料汁 小火熬至冒泡 再倒入豆腐 翻炒均匀 再收一下汁即可出锅 酸甜咸香 非常的下饭 豆腐这样做 不知不觉就可以多吃一碗饭了 喜欢就试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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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